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期视频向朋友们介绍一款 在安卓系统端观看影视资源的APP软件 今天向朋友们介绍的 很有可能是朋友们见到的 最全面最人性化的资源网站 很多在爱奇艺 优酷 腾讯等平台 还没有及时更新的资源 在这个软件上都能够找到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软件的庐山这一面目 打开以后 首页是这个样子 我感觉到它的亮点就在首页 我们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喜剧 所有的喜剧 并且是持续更新 下面这个分类是 十部短小惊悍的科幻影片 下面这个豆瓣电影 是一些口碑比较好的影视资源 下面这一个是比较重口味的恐怖类的影视资源 下面这一个分类是值得再看的喜剧 是一些老的影视资源 香港黑帮电影等等 这些分类呢 我们在其他的平台上很少看到有这种分类 它的分类比较详细 比较人性化 它根据观看的习惯把这些影片重新进行分类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比较有意思 它的名字是想看的电影太多 怕忘记了 这里面呢 一定就是一些很经典的一些影视资源 下面这个分类 十分钟就让你欲罢不能 也就是说 这里面收集的是一些扣人心弦的影视资源 好 下面的分类 真实按键精选 必看的经典悬疑精速电影 结局最让你意外震撼的电影 这些分类呢 能让我们在尽快的时间内 找到自己想看的影视资源 另外它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功能 如果我们在这里面没有找到我们的影片 或者说是我们直接想找某一部影片 可以在上面这个搜索栏进行搜索 它会整合所有的资源 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一些常规的影片 一定能在里面搜索出来 并且各大院线上映以后 还没有来得及在腾讯 爱奇艺优酷等等平台上传的一些影片 在这里同样也能够找到 另外在这里还可以搜索一些比较冷门的影视资源 比如说我们搜索一部全球十大进波影片之一的一部影片 是能够搜索得到的 像类似的资源在其他的平台是很难搜索得到的 如何观看呢 我们点击一下搜索到的资源 它的资源一般都是选择的一些高清的资源 点击一下高清在线 这里面有这些分类 急速播放器 稳定播放器 急速播放器都能够播放 稳定播放器呢 这个可能缓冲的要慢一些 还可以投屏 远程播放 浏览器播放 还可以使用其他的播放器 也可以复制播放链接在其他的平台播放 也可以分享给朋友们观看 我们点击急速播放器 向朋友们展示一下 好的能够播放 只是向朋友们演示一下如何播放 由于版权的原因呢 我们不再进行继续播放了 好 一般我们平时在观看这里面的资源的时候呢 就选择第一个急速播放器 再一个 质置比较高 或者说是网速比较快的朋友 可以选择稳定播放器 现在我们回来 好 这里面的资源呢 是相当丰富的 有可能是朋友没碰到的 最全面的影视资源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 想看的电影太多 怕忘记了 我们点击一下 好 里面都是一些比较优秀的影片 很多资源 我们在其他平台是看不到的 比如说这个第二个资源 不可设销 不可设销 也属于全球十大近播影片之一 具体呢 我就不再演示播放了 我们在播放的时候 就选择第一个选项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好 我们随便点开一个资源 我再重复一下 在播放的时候 一般就选择急速播放器 当然根据自己的设备需要 朋友们可以选择其他的选项 经过我的测试 再一个还是播放比较流畅的 并且都是高清的一些视频 关于这些分类呢 朋友们可以自己了解一下 下面我们点开我的选项 如果朋友们在选择X5内核播放的时候 如果不能成功 可以在这里 在我的这里面这个选项 点击加载X5内核 好 关于其他的一些选项 像热剧 电影 综艺 动漫 这些分类和我们以前 介绍的其他的平台是类似 好 关于其他的一些选项呢 就不再做 国道的介绍 今天我主要介绍的就是 第一个选项 片单 这一个选项 相信这一个分类 能够使朋友们眼前一亮 关于这一个软件 我就介绍这么多 关于这款软件的 获取方式 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区 请朋友们选择使用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